1839元开始的鸦片战争,是一场值得后人仔细思索的战争,即使抛去民族主义去世和开启中国近代化的意义不谈,这也是东方的极权帝国和西方世界最具火力国家间的第一次碰撞。 有趣的是,双方的在战前的有限接触过程中,相互间都存在一定的情报和认识偏差,这些偏差不仅反映了双方当时对世界的理解,也最终引发了战争本身,英国人的认识偏差。 1824年诸江口的英国商船,英国在鸦片战争前,主要通过本国商人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贸易经过,获得对于大兴帝国的理解,1792年的马格尔迷使团,则为后来的军事行动,提供了不少地理方面的情报,但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,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整个西欧世界,都对远东世界缺乏必要概念。 传统上,西方江泽意志与意大利半岛以东地区都称为东方、希腊、奥斯曼土耳其、阿拉伯人、埃及、波斯和印度,都是东方问题的一部分。 这个东方理念,随着大航海时代成果的延伸,又推进到了东南亚与远东,欧洲人曾经将大清皇帝视为奥斯曼苏丹与莫沃尔皇帝一个的君主。 根据过往经验,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基本上都与先前接触的穆斯林没有什么本质区别, 无论是驾驶三脚丹帆船的阿拉伯人,还是依靠马匹驼队跑物流的内亚部落,或是其他东方居民,都是朝购道路上拍栏的遗人。 大家都会希望从满洲大皇帝的赏赐从,获得福责自身请礼价位的需求。 这个幻想,一直到虎门要塞的炮声响起,才有所生动,英国的商人和外交人才,也同样在东方世界活动了二百多年,在面对一个人口众多,国力雄凑的老大帝国时, 他们也经常照搬在军事坦丁堡和德里的模式,即召开盘跟错节的地方势力与官员,直接同奥斯曼苏丹和沃尔皇帝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交流。 这些东方式君主,或许对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心怀厌恶,但看在贸易收入与技术引进的角度,虽然不会排斥同西方人打交道,清朝人所惠的林泽徐虎门硝烟, 但英国人始终没有意识到,在大清朝的皇帝看来,贸易收入并非那么重要,紫禁城里的朝廷上,只有日益汉化的满洲武士后裔和推动他们汉化低势代夫文臣, 既没有军事塔丁堡朝堂上的意大利和荷兰商业代表,也没有墨沃尔宫廷里的葡萄牙医生。 葡萄牙人的澳门虽然已经建立数个世纪之久,却在同北京的距离上,远超达曼碧乌道德里的行程。 达曼碧乌道德里的距离鸦片战争前后的英国人,急切地希望和中国皇帝建立直接联系,从而避免和效力低下又无实权的高级官吏打交道, 但大清皇帝却恰恰最怕何以武力为背景的三邦来使,直接接触,通过马格尔尼使团事件, 清廷上下都认为英国人是一国极为麻烦的三邦,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扭曲信息, 也让他们多少对英国人有些忌惮,这更意味着,出于维护自身为人需要, 大清皇帝在本能上拒绝与英国人有联系,澳门到北京的距离大清国的认识偏差17世纪荷兰东印度是团成员所会的紫禁城过去, 不少人想当然地觉得,压建战争前的清帝国,对外面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, 但近些年的研究得表明,清朝最高层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消息辟色, 他们已经知晓英国是一个有实力的域外大国,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关于马克伦时代的战争情报, 但在宏观层面上,大清朝廷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认识,是随着时间变先而逐步退化的, 曾经和蒙古与俄罗斯有过战事的康熙皇帝,就知道通过留居北京的传教士, 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方联络,他本人还接见过荷兰使团, 甚至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交换画像与礼物,外交水平与大不如前的乾隆皇帝, 仍然会在龙心大跃时,接待英国使团,到了彻底封闭化的道光, 就只能依靠中间人来搜集些捕风捉影的三、四手消息了,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华建文路中的康熙画像军事与技术层面上, 大清帝国同样没有足够的重视与动力, 任何源自西亚的西式武器,都会被奥斯曼苏丹, 莫沃尔皇帝和缅甸与泰国的国王青睐, 哪怕在面上要做出不消一顾的表态, 回头也可能立即向西洋商人订货, 奥斯曼军队里的法国与意大利炮兵专家, 也由此而来,莫沃尔皇帝的葡萄牙雇佣军和御医, 也自然是顺理成章,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泰国, 来自西方的教官和雇佣军人数, 也大大超过了大清皇帝领地上的所有西方来客, 一些来自边区的报告,往往语言不详, 传递这些报告的人,更是成分复杂, 包括少数留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一些广州13行的官商买办, 也有从西藏来的皇教喇嘛与偶尔造访的尼布尔王国使臣, 他们带来的有限信息,不仅量少, 而且彼此间是缺乏必要联系的, 远不能代替和外国人直接接触, 所能获得的内容,准备在御仗内接见马格尔尼的乾隆所以, 在清朝君臣眼里, 英国就是喜马拉雅山那边的一个实力大国, 英国人拥有强大的但不超过通常认知范畴的海上力量, 当然,他们的陆军在陆战里是无法和清朝大军正面抗衡的, 这些被扭欺的认识, 还参考了和十三行接触的西方商船, 以及在尼泊尔河缅甸战争中出场的西方心事火器, 当道光皇帝下令追问杨仪战俘, 是否有陆路通向英国本土, 他其实是在按照历代人搜集到的情报, 理解英国那边的实际情况, 清朝中西对外的最重要情报机构, 居然是广州的十三行一场准备充分的战争, 清朝方面被压片战争的备战是非常用心的基于尚文所说的认识偏差, 清朝与英国双方都对鸦片战争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, 过去那种单方面认为清军疏于被战的论调, 其实也是经不起历史记载推敲的, 对英国人掩来攻占的目的, 清朝军臣都摆脱不了中国传统王朝式的刻边的思维, 所以他们想象的战争场面, 往往是蛮夷做事武力强盛, 到帝国境内截略一番, 清朝自身也有一整套应付这种威胁的策略, 在经济上全面封锁, 让其匮乏于生活必需品的获得, 在政治上脚俯并用, 瓦解蛮夷并不坚强的战斗意志, 在军事上舍弃漫长的边境线, 坚守某些关键要地, 利用优势火力粉碎蛮夷的兵力优势, 然后等大军撤核, 将蛮夷一举歼殲灭, 1841年登陆广州的英军曾被认为是来劫略的按照这个套路, 从前明到大清, 几乎不存在解决不了的边疆问题, 乾隆争讨自已取得所谓实权武功, 所用无非绝护士, 首尖城, 大军尽脚, 适时招呼而已, 在面对英军之前, 道光皇帝也用这个祖传套路平信了西域的张格尔叛乱, 将乾隆时代开辟的新疆土彻底消化, 可以说自兴中期以来, 对付内外挑战的套路已经成为了一种组织, 区别仅仅是对方的强弱之差, 清军以全面落后武器迎战英军在清初, 规定每次清宁陆营汉兵, 要配备大小火炮一百门, 康熙时代, 远征雅克下城的一万五千人军队, 也就配备了一百九十门大小火炮, 但在道光准备同英国的战斗时, 火炮比例有了史无前例的提升, 在福建厦门, 清军安放火炮四百七十九门, 驻军六千人, 且花费巨资, 修建了连英国人都称赞维, 可以坚守到世界末日的长条石壁, 在浙江定海, 清军安放火炮一百二十一门, 驻军五千八百多人, 水涌六百多人, 在浙江浙海, 清军安放了一百五十七门火炮, 其中六十七门是质量很高的铜炮, 驻军四千余人, 在守卫广州与整个珠江口的五门炮台, 清军驻守兵力超过六千人, 后方可攻掉线的二线军队, 超过一万一千人, 防线上部署了火炮六百六十门, 其中不少是刚刚从澳门买来的欧洲货, 在沿海要再部署超过万人驻军,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个例, 战争中, 清廷才为了沿海战事而派遣钦差大臣, 也是史上罕见的高规格布置,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沿海防御战, 以清军的完败, 而告终远道而来的英军, 自然也不会对即将开始的战争, 调以清新, 海军特意从本土派出了三艘装炮七十四门的三等战略舰, 并有四艘当时最先进的征系轮船, 四千名来自苏格兰, 爱尔兰和印度斯坦的士兵, 在规模上也超过了大部分殖民地战争的标准, 在当时, 英国人参考了此前在印度地区的一系列战争, 其中不乏强悍的麦瑟尔王国, 马拉塔联盟和最为勇猛的庞哲普希克人, 这些印度本土势力, 不仅有专业的武士阶层, 还通过法国人的训练和武装, 培养出各自的近代化军队, 虽然经朝既没有武德充沛的战士阶层, 也没有欧洲教官训练的新式军队, 却依然有着庞大的武装和战略纵深, 英军从本土与印度调兵的路线图, 然而在此后的战争中, 英国人发现他们是多虑了, 两个多世纪以来, 清军几乎未遇到过火力强于自己的对手, 无论是北方的哥萨克和蒙古, 还是南方的缅甸与米国尔, 都无法用武器优势去制横自身数量太少的缺陷, 清军也自然养成了用各种枪炮进行火力倾斜的标准战术, 但这一切在1840年的英军看来, 未免是太小而非了, 压建战争中英军所遭遇的抵抗级别远远比不上印度的各大势力, 后者甚至常常惊讶于清军的勇敢, 因为他们没有印度人和缅甸人手里的碎发枪, 只有从蒙古和中亚引进的重型火神枪, 火炮在射程,威力和精准度上, 也是前面落后,但守卫要在的清军, 宁可忍受英军优势火力的投射, 也不会像印度和缅甸人一样, 发起勇猛的冲锋, 只能在刺刀冲锋的英军面前, 气速崩溃, 被英军占领的广州城今天的我们, 在时隔一百多年后, 回看这一幕幕场景, 不由为双方的巨大差距, 唏嘘不已, 由人为组阁所带来的封闭效果, 充斥着压建战争的前前后后, 多异的双方, 往往都对另一面的对手, 有着巨大的认识偏差, 但胜利永远只属于犯错更小的一边, 当战斗力更强的英军, 比大部分清军都更熟悉脚下的陌生土地时, 大清帝国的惨败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, 完, 可能带你身边缺了, 我煮过我们的车队如果说不得了, 我们下车忌要点误, 我们下车忌, 那是一个小时或账旦和重产 Salt, 我们下车忌的顷储 然后走现在赫旨的店员不离账旦, 我下车忌的盖旦,